有请树田影视城夕阳乐队奏乐 有请树田影视城夕阳乐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北运和快手短视频为您联合带来的音乐环节 不要说唱 这个环节会把我们的微博平时聊的日常我们写的文字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微信的对话啊吐槽啊口头禅都会变成歌曲 那么大家如果有音乐方面的这个原创的能力可以打开快手短视频来搜索快手音乐人上传你的原创音乐 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喜欢的明星唱出来 你普取大咖唱下手热门等你来唱 今天呢我们来到马兰山树田影视城 我是大家熟悉的CEO小和 我们最近呢首席导演刘维 年度音乐大戏马兰勾略 马上就开拍了 是的 听到导演相信大家一定没有什么期待 因为觉得我导的应该不咋地 但是我跟你们说一说内容 你们就觉得非常的amazing 非常的精彩 首先我们这位演唱大咖 他有空灵的声音 而且他上过无数次歌手 哇 他就是我们的 何老师 是这样的我答应刘维当导演的要求就是必须由我来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真的在隔壁搭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场景 哇 哇 而且要求我们所有待会选出的演员在里面是完成一切呵成的这个直播的演出 是的 所以是堪比我们换月之城 是的 我们简称换月之坡 哈哈哈哈 说实话这一次真的是很认真的 白月光这首歌其实意境是非常好的 但是为了融入到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还专门请白月光的作词人李卓雄老师改词 哇 所以我们唱的这个白月光是李卓雄老师为我们换月之坡的这个版本专门改的 是的 专门改的词 太专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视听盛宴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女主角还没有定 我们有五位优秀的女演员已经来到了现场 但是呢 要怎么样能够演到大结局还是要看他们的本事 是的 所以今天我给他们命名了一个歌曲大赛 每个要唱一首歌来表示自己要演到大结局这个信心 游戏规则 现场公布五位竞演嘉宾的我要演到大结局歌单 每轮演唱后 因为给演不到大结局的人发放道具盒饭 表示戏份杀青 盗制盒饭数量最少的竞演者胜出 那为了能够我们的评审更加的权威 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很有经验的 一直在隔壁的恒电影视城努力多年 他叫王玉丹老师 用他丰富的经验来跟我们决定 他怎么样可以赢得大结局的这个角色的机会 欢迎王老师来 有请 哇 哇 哇 又有半项呗 您好 给他家马治好 治好马屁的那个大夫 才用的你啊 就是你啊 想请了姑娘过去帮忙绘几个花样 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孙妙青年十六 孙妙青殿前十一 拉出去 拉出去 我不许再选秀 真华留牌子 孙仙塔 天哪 都是大戏啊 大戏里面都有他 所以很有吃饱饭的经验是不是 那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这五位优秀的女演员 什么样的人能够留到最后留到大结局 其实这个主要看这个导演是怎么安排的 也有道理 好 我们首先公布一下我们这五位女嘉宾 我要演到大结局的歌单 刘老师 您先点一个吧 您最想 先最想听哪首歌 祝你平安嘛 是吧 想听平安歌 这个歌一听就像零和范围 哈哈 接下来有请静言者 不要说唱 哎呀娜娜已经准备好了 有有 啊真的是娜姐 哦娜贵妃 哦 又不是 哦 哦 你的心情 哦 你的心情 哦 哦 心情要吗 哎呀 你的脸上 还有微笑吗 生活的路 总有一些不平时 请你们不必太在意 洒脱一些过得好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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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的身边 祝你平安 哦 祝你平安 不愿意又变得幸福 是我最大的心愿 哇 让人给盒饭 等一下 啊 为什么 你们听到都忘了给盒饭了吗 哼 哎呀 是这样的 我说说我为什么没有给盒饭 为什么 我听到现在还昏迷不醒的皇后娘娘 祝我们平安 我觉得好感人 我想问一下秦岚 你为什么选这首歌作为你的主题歌 因为就很符合复杀 对 很符合 端庄自驰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如果秦岚一个盒饭都没有 好像是我们内定了女主角 就特别不好 哎呀 不要补了 补上都是个八 好 那就拿回来了 好 其他四位不用唱了 我们恭喜秦岚当选女主角 等一下 等一下 说不定也有人会一个盒饭都没有 哦 也有道理啊 也有可能啊 故事里的是说是不是就是也是 你不是紧追腾吗 怎么话这么多 说是不是就是吗 是也不是 哈哈 烦死了 接下来到下一个歌单 下一个我请傅恒来帮我们跳一个 好不好 来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呃 我把我这把耳机带好 哇 哈哈 有请进演嘉宾 不要说唱 哎呀 哎呀 一一年有三百六十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 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始终每天转呀转转了一百圈 我的信仰跟着你 哎呀 啊有礼物 有礼物拿不来 有礼物拿不来 哦 每一天 嗯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了 都要祝你快快乐了 每一分钟都要看望平平 打轻我 你还打皇上 你还打皇上 你砸到皇上了 你砸了皇上 我命 我命 我代表皇上 我代表皇上 我们一家人送你盒饭 优秀 哎呀 哎呀 哈哈 合飞 你们也太过分了 就是 作为高贵妃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是吗 合飞 合 合贵人 说说看为什么你要选365个祝福 哎呦我觉得送送那个吉利送喜庆 大家谁都不会对我下手 但是我觉得你主要不是输在歌上 主要还是输在砸我们这件事上 没有砸你 你刚才在打佳哥 对还打皇上 吴欣有没有很意外 你居然没有当选女主角 我真的我都做好 那剧本我都严读好几遍了 太遗憾了 你们慢慢比吧 怎么呢 我先背我的台词了 我想最后可能是我跟皇后两个之间的一个 哈哈 漂亮 来丹丹 你来选一个歌吧好吗 下一站天后 下一站天后 哇这首好听 这一猜就知道是谁的 接下来有请静言者 不要说唱 不可能 你别赢了 是啊 不是 不是啊 白日梦飞长 白日梦飞长 永不太远太抽象 最后变天空 做自己 到时理想 在时代的光尘 在时代的光尘 谁都总会有仗 我没有歌唯有他景仰 对不起 即使有天开个场 谁又要唱 他不可到现场 仍然光此放缩一场 不为外交何真要唱 你无论多级乐唱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喜临媒 气死了 王后娘娘退安 谢谢 我看王后饿了 分一盒是不是 送你一盒 好 娜娜 现在变成英落 你还没有唱了 我和贵妃的 虽然都是穿的红色 死红色 非比红色 你们两个里面只有一个像猪八戒 来吧 这两首我们请刘维来帮我们挑一首好不好 我来挑啊 因为我觉得刚才一直都是比较那种抒情的 我觉得应该来点舞曲动感的 一看就应该是娜姐的曲子 《爱情三十六记》好 接下来有请靳言者 不要说唱 哇 还有舞曲 哇 嗯 哇 哇 哇一路 气死了 为什么 我怕我 say sorry get up 是谁开始先去找 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紧张太久再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 爱情三十六记 就像一场游戏 只能自己掌握要空气 爱情三十六记 三十保持美丽 才能不能不被招弃 不必是你 色怕的关系 不用读重心虚 不如找神秘 天哪 别笑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舞蹈老师 你在退盒饭 是不是 我还有两笑 怎么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给他送盒饭 我跟海涛的盒饭 都是送给半屋 第一个是他回答 第一个是那 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英洛带这个头冠太辛苦了 我想他早点领盒饭就可以把头冠摘下来了 好甜 早点领盒饭就可以把头冠摘下来了 我不辛苦 我不辛苦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景言要选这首歌 我就为了让自己跳起来 他们没有时间给我盒饭 没想到 还给的多一点 放在房间 一挥头全是 他还还了三个 对 我想多了 我跟你说好消息 没有那到手上的不算 不是 你跟吴欣现在是平局 拜拜 你们俩都是五盒盒饭 最后一首歌 来大型道具上上来 我的雪球 小芳我们的盒饭呢 快给我们准备好 我希望大家把盒饭自己留着 今天晚上节目组也没有什么夜宵 拿回去自己吃好吗 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唱 《向天再见五百年》 因为就是想再活五百年 再活五百年的话 谁走了 我都还在 已经要送盒饭了 何老师已经放下了一个 还没开始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演唱者 不要说唱 不要说唱 浙江山起起伏 伏完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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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金色的 年年 昨人何其间鞋 好情不变年 不一年 昨人有苦又甜 想了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天地争争 我站在风口浪尖 替我出日月宣传 月烟火人间 安诺海里飞蛮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 高贵飞原来你在炊事办公做人 和饭经本尊 单单说她还要活五百年 所以多留点盒饭 水球 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都有饭吃了 来 妈妈喂你 来吃 吃完了 咬这份坏人 今天我们拿了一些可降解的饭盒 来做道具 请记得一定要用可降解的保护我们的地球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秦兰成为我们下面的主线人物好不好 祝贺 我觉得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导演 什么问题 专业的导演来讲 因为我们要配合白月光 所以说这个故事线是非常重要的 你很担心乾隆 与复查皇后的故事线和你之前选定的白月光这首歌不契合 对 我要改变 那这样我们特意请来了业界著名的历史顾问 张宏杰博士来给我们解答 有请张博士 有请 老师好 欢迎您 你看我们导演选了白月光这首歌 然后呢我们秦兰要讲的故事是乾隆和复查皇后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这首歌到底有没有契合的地方呢 我感觉是非常契合的 因为这个乾隆跟复查的这个感情确实非常深 应该说在乾隆的心目当中 皇后的分量是任何其他的这个嫔妃所不能代替的 哇 他在复查身上挑不出任何毛病 在复查去世之后呢 乾隆对复查的这个悼念确实持续了整整一生 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感情特别的深厚 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我想如果是乾隆的时代有这首歌的话 乾隆肯定会喜欢这首歌 谢谢我们的张博士 谢谢 希望继续看到您对历史的精彩的解读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导演安排我们的演员 进入到我们的换月车间 完成我们的演出好不好 好的 走我们进入我们的换月车间 走 耶 欢迎进入换月车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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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我们什么时候进去 好 来来来 大家准备一下 第一场戏 从这边开始 只有一次机会 真的 年轻的二位在这里边 因为何老师要唱歌 对 何老师唱歌过来的时候 带到你们两个人站在这 所以你们两个人先躲在角落 好的 我们听导演们到 好 加油 好的 我去导播间 对啊 各部分 好了 各公主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告诉我一声 好 现场OK 打板准备 三 二 一 王上 王后已故 请借爱 奉倩逍遥 寄病宫 赶时依旧 痛何穷 一天日色 寒愁白 三月山花 作恶红 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在心上 那么凉 那么凉 却那么冰凉 每个人 都有一段悲伤 像隐藏 却欲开迷藏 白月光 白月光 朝生思量茫茫 在心上 却不在身旁 擦不干 你当时的泪框 路太长 路太长 却不会原谅 好凉 我 是我不能言说的伤 像遗忘又忍不出回想 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 天高地宽 无处安放 白月光照星平白如霜 臣妾恭送皇上 月圆满 月里却得遗憾 你脸庞 梦不回的迷茫 路太长 怎么不长 凤天承云 皇帝制约 永连乃朕之嫡子 聪明贵重 器语不凡 命为皇太子 乾隆元年 七月初二 原来 皇上早已有缘为太子 皇上对永连既有期望 可是我却愿爱他恨他 我错了 这些年 我真的是大错得错 云干颜世她 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那么凉 却那么平凉 每个人 都有一段回伤 想隐藏 却在生长 朕七十岁了 朕的曾孙都快要结婚了 傅察 你看到了吗 好看 怎么样导演 怎么样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太感人了 真的太感人了 太厉害了 原木 谢谢 那么回去面对我们的观众好不好 好 来掌声给我们最优秀的演员们 谢谢 很精彩 谢谢他们 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而且就是确实是一气呵成 然后只有一条过的机会 那么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表现得那么的精准 然后又那么的投入 太棒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其实这个不管是我们拍的哪一个影视作品 其实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有的时候杀青了之后 可能就再很难再穿回这套衣服 扮回这个妆 更不可能说再演一次这个人生 所以大饼的这个小小的创业 也让我们所有的主创们 可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面 又回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今天拿到所有的戏服 他又要哭了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身衣服之后 天哪 复查 他在我的 就是人生的道路上 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还有很多的帮助 我觉得这可能是 作为一个演员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你在一个角色当中 你感受到他的美好 然后就是很想把这部我们 庆入很多感情的戏 再给大家 然后大家喜欢 谢谢 谢谢 刘老师今天来大本营开心吗您 非常开心 可以啊 皇上了 对 今天快乐大本营 有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借着《言许攻略》这个戏 圆了我一个做王上的梦 我们也欢迎刘老师 有空经常来我们快乐大本 好吧 我们都很喜欢 非常愿意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